另外在這個中華館的月曉曉 有拿出來說這個管理的華銀食品 和這個北斗的荷家鄉 有買到這個肉的油 因為這年間公司 有拿來做這個兩邊皮的 這個蔥仔片的主要代工手 所以請像這個愛買大倫花貴館 這個大青雄一樣 有拿來掃到 中華館的衛生 由其他人來到北斗荷家鄉的工程 在這水面用到黑心理油的品項 他們說不分是自己錢的理由 不分是向大青雄來買 我想說還要去找收到寶寄 這些都是我們離境之外的 你們後面這些全都 不是不是就是有的是抓品 你像這個都是我們自己炸的 有做的 客家鄉食品公司 是過來大白店和通路上主要的台港港店 影響北斗來侵略50公噸的北斗香理油 全部都拿來製造89種的蔥抓品 賣去大潤發愛買大賣場 還有桂冠真香170多斤 的油食品也吃到通路 客家鄉食品 就問的時候 油品沒有擴充 從油品擴充剩188毫 總共是157公斤 另外關聯的花英食品 也向北斗來製香理油 製造成蛋餅 總共不讓我的餐廳 馬上會有的業者 張花線有兩家的食品 製造工廠 在103年有向北海公司 進了55公噸的香豬油 那製成相關的 製成這個蛋餅皮跟蔥抓品等產品 那我們現在現場封存了 剩餘的10桶香豬油 840公斤 以及製成的這些蔥抓品 跟蛋餅皮 總共有6000多包 那將近就約7公噸左右 這段消息後 愛買最火酸蔥抓品 已經在11月4號的下架 消費者可以用發票 或者是上品來退回 但是國務官也揮演說 可以自己的自由品牌 油蔥書 已經下架來接受退回 其他相關的企業 也在確定收到公文後 配合衛生單位來下架回收 記者綜合報導